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写在很可能是在保罗 他在主后六十年到六十二年 这段时间曾经在罗马被监禁被关起来 后来他可能被释放出来了 他就带他的学生去宣教建立教会 所以提多书可能写的时间是在主后六十二年 这只是可能 因为无法确定他真正写在哪一年 相传保罗他最后后来又在罗马又再次被逮捕 应该说他后来又再次被逮捕 又被送到罗马去了 然后他殉道时间可能是在主后六十七到六十八年左右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保罗晚年 对于他的学生传承一些教母方面重要的真理 的提多书的最后一章 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诽谤 不要增进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第三章一节二节讲到说 一个基督徒需要被教导 在这个政府的面前 有公权力的人面前 以及在其他的市民同胞面前 我们要有好的见证 我们不需要就是说 因为我信了主 我有另外一个主 叫做主耶稣基督 所以地上的这些规则 我都可以不用守了 第二章有讲到说 你一个本来做奴隶的 后来信主的 不可以因为你信主的 你有一个新的主 叫做耶稣 就可以在你原本的主人家中 就懒好吃懒做不做事 偷你主人家的东西 然后主人叫你做事情 你不做在那边顶撞 当然保罗意思不是说 你主人如果虐待你 你就继续任凭他虐待欺负 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我们都有一个真正的主 而且我们在等待他 有一天要再来 但是呢 他再来的时候 他就要做全地的主 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 一同做王 但在耶稣基督 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还有这个旧的身份在 那其实这是神 给我们传福音的身份 我们透过我们信了主之后 能够把真理行出来 在提多数这个叫怎么样 叫做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把真理活出来 就叫做行善 那就会吸引你周遭的人 甚至是你的主管 你的主人 也对真理产生渴慕 来信主 第三章再讲一样的道理 面对政府官员 面对执政掌权的 还有不信耶稣的其他世民同胞 我们一样也是一样 就是有好的行为见证 不是说如果政府强逼你做 不符合真理的事你也去做 当然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在提醒说 不要想说 我有一个新的主叫耶稣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管地上 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游戏规则 不是这个意思 第三节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 受迷惑 服侍各样似欲和艳乐 长存恶毒 嫉妒的心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保罗讲说 我们信了主之后 要行出真理 所教导我们的事情去做 活出那种生命 这叫做行善 千万不要回到 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时候 那种无知悖逆 受到各种欲望的迷惑 然后彼此嫉妒恨恶 我们过去那种状况 真的是很可恨 而且又是彼此相恨 第四节 但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恩赐 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 显明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神拆派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计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透过 这个使徒们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传扬这个救恩的道理 然后圣灵在这个时候 在听闻 这些福音救恩的群众身上 圣灵就感动这些群众的心 让他们接受使徒 所传扬的耶稣基督 福音的 救恩的时候 他说 他便救了我们 因此我们看见 有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 也有使徒们 还有信徒们 与神同工 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 在新的人身上 第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神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为什么第五节这边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们 神拯救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值得他救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 行了什么样的义 而得救 这边是要做一个提醒 因为提多书里面一直强调 言教跟身教 一样宝贵跟重要 所以我们能够把领受的言教 就是真理的教导 把它活出来 就会变成身教 而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这个叫做行善 保罗一直强调行善的重要 但是不是等于 我们会得救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我们行善的缘故 或是我们过去行义的缘故 弟兄姐妹 错 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我们过去是可恨的罪人 保罗这样说 我们能够得救 完全是使我们救主的恩慈 跟祂的慈爱向我们显明 使我们得救 因此作为神的儿女 行善行义 不是我们拿来跟神夸口的功劳 行善跟行义 是儿女们活出言教 活出真道的本分 我们继续往下看 而且这是借着怎么样 我们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真实悔改重生的洗礼 并且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个真实的更新 才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第六节 圣灵就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祂的恩德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世 后世就是成为神的儿女 那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 切切实实的讲明 保罗再一次要提多 他已经很多次说 你就是勇敢的 不打直扣的 把这个救恩的真理 讲明 讲清楚 你要先把言教讲清楚 然后再鼓励弟兄姐妹 去活出所教导的真理 就变成他们的身教 那因此呢 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 留心做正经事业 正经事业 就是又是行善 原文可以翻成行善 你看又是讲 先领受 纯正的真理 言教 然后呢 勉励彼此 顺服神 去行出真理 这是要做怎么样 行善 这都是美事 并且怎么样 与人有益处 所以呢 言教跟身教 都要去加强 但是呢 第九节 要远避 远远的避开 无知的辩论 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并且因律法而起的增进 这些呢 都是虚幻无益的 分门结党的人 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 已经背离了真道 犯了罪 自己明明知道不是 还是故意去做 保罗就是吩咐提多 两个重点 第一 讲明 真理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真理 三位一体上帝的 如何把救恩 做在我们身上的真理 讲清楚 第二个 鼓励弟兄姐妹 活出真理 言教生教都有了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呢 那些无知的辩论 还有犹太人喜欢谈的 他们血统的那些 家谱的空谈 还有一些 假教师 法利塞人 要逼你们 去守许多的律法 规条礼仪 这些增进 都远离他们 不要跟他们辩论 不要跟他们这些空谈 要有真实的生活见证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如果有人分门结党 喜欢搞这些 辩论 家谱 律法的这些空谈 你要警告他们一次两次 如果不听 而且他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还是不改 而且仍然去做 你就要弃绝他们 不要跟他们往来 第十二节 我打发亚提玛 或是推积鼓 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你要赶紧往 尼戈 波利 去见我 提多现在在克里特岛 他在希腊的东南外海 而保罗呢 要提多 这个时候 收到信之后 把他所吩咐提多 要进行的 言教 身教的事情 交代清楚之后 他要提多 怎么样 就来到希腊的西海岸的尼戈波利 这边去跟他会合 做什么呢 保罗说 因为我已经定义在尼戈波利过冬 很可能保罗是准备在希腊的西海岸的尼戈波利过冬之后 准备要坐船 往西班牙去传福音 十三节 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行 叫他们没有缺乏 因为这两个人也有福音的使命在身上 也要赶快启程了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 正经事业 或做要学习行善 你看这个要学习行善 要行善在提多书出现太多次 所以它其实就是提多书的主题 提多书两大主题 第一要教导正确的真理 要讲明 讲清楚 教清楚 第二个要把正确的真理的内容 活出来 行出来 这个叫做行善 这个是两大重点 言教加什么 生教 所以呢 要这个 叫弟兄姐妹们怎么样 要学习行善 然后呢 要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当我们这样去荣神一人的时候 就可以结出 真实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周遭的人 可以品尝 就知道主恩 何等的美善的滋味 第十五节 同我保罗 在一处的人 就是跟我在一起的人 都问你们的安 都问你的安 请 带我们问候那些 应有信心 而爱我们的人的安 愿恩会 常常与你们 众人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 透过保罗对他的学生 提多的勉励 而留下了提多书 给我们历史历代的教会 让我们知道 纯正的真理 圣经的教导 我们需要尽责任的 把它讲清楚 教导给弟兄姐妹 并且鼓励他们 真实的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以外 真实的活出 真理的教导 能够容神义人 这样子有言教 又有身教 就能够 博导那些假教师 那些为了自己 贪心 要得不义之财 或是想要在教会 抢夺 教师的地位 而不惜 讲一些不该讲的 混杂的道理的人 主啊 他们就会显露出 他们没有 生命的见证 他们没有善行 并且能够让 教会外的市民 同胞联社 看见 我们不是只有 空口说白话 我们也有真实的 生命见证 以至于能够 容神义人 并且吸引他们 也来信靠 这位慈爱的 救主的福音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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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